我们正常来估价多少就多少 后面全部这些都是额外加图案 大概一万三左右 爱车因为涡轮坏了 拿去送修没想到被多收钱 投诉人K先生不满抱怨 一开始修车厂爆价一万三 结果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又被换了两根要收费的新管线 等于还要再付一万三 事后杀价才变成再付九千 然后他告诉我是说 不赚工钱 不赚 不赚工钱只剩材料钱 一万三 好便宜了那我换 那天要取车的时候告诉我是说 你哪什么东西坏掉了 那个要换哪 你什么东西要换掉要换了 又要加上 他一直打电话给我 说要我去赶快送钱过去 我不要送什么意思 K先生质疑自己被划束 业者先透过电话沟通 用低价信他来 修完车才乱加价 但业者严正澄清 你装上街漏气怎么办 他都看过我刚才讲还不明理啊 杀我杀神这样真的 还二元先告账 搞了一整天才三 三这个去哪的材料 根本都没有什么港级好带啊 根据了解 涡轮维修 副厂行情一般是一万七到两万元搞定 如果想进一步确定费用 建议要在修车前确保估价单写仔细 也就是除了材料费 有没有含工钱 还有没有含其他管线费用 最好双方也都要签名 才有保障 避免类似修车纠纷再发生 等待新闻事我终于综合不动 好